才刚爬完一轮坐下来休息 但意外突然发生 后方一名男学员攀爬到最高处 落下时不偏不倚直接压到人 陈小姐痛到瞬间晕厥 躺在地上好长一段时间动弹不得 昏厥过去就是看不到的 然后我只能够躺着然后在原地 陈小姐控诉第一时间 完全没有教练或是工作人员前来关切 因为没有撞击声 再加上所有人眉目击到 还是他事后自己去医院做检查 去年八月份陈小姐跟朋友 是新北市这一家攀岩厂的常客 只要一有空就会去运动一下 偏偏那天发生意外 遭人从上方重压 他的头部颈部挫伤 头部也并发脑震荡 后来完全无法工作 医生也建议得要治疗更要修养 当时进去有签一个类似生死状这样的东西 进到那边的话就是所有的安全自负 场馆是说他们有保公共意外险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设备老旧而出问题 所以他们的保险公司不赔 都在场地内出意外 业者事后没赔偿 他只好提告要求男学员跟业者得要赔偿80万 去运动输押却受伤 有保险无法理赔 虽然一开始场馆开放学员进场前 尤其新手都得要先仔细讲解 因为暴食运动最高会爬到5米 从高空落下要有技巧才不会受伤 避免类似状况 业者也贴上标示再三提醒 就是两边都是有演抢的 所以如果在中间只看向另外一边的话 你会不知道后面的情况 只是陈小姐的伤害已经造成 附健治疗时都要担心身体会不会因此瘫痪 恐怕类似运动都得要体检一下 场馆的安全规范是否清楚 TVBS新闻视线新闻西北市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